以我刚刚讲的原则来说 你的产业要分散 我们看一下 他们都是属于产业有分散型的 因为他们的选股逻辑 最强调的是股息要高 他依据股息来排序 选择他的成分股 那对于我的原则来说 就是我今天要存的十几二十年以上 都不用去管他 安心放着的话 脑袋决定口袋 口袋决定自由 嗨大家好 我是楚狂人 欢迎收看财富狂奔 根据吉保结算所的资料显示 现在台股ETF的受益人 已经达到了800多万人了 那ETF成为投资人 最常运用的理财投资工具 今天节目很荣幸邀请到 投资达人余果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是如何利用ETF持续投资 创造被动收入 达到年化十几%的投报率 而且呢 在不知不觉中 就帮自己存下千万财富 欢迎今天来宾 余果老师 嗨楚狂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余果 这两年就是最夯的就是高股息的ETF 对 然后但是想要靠存股 帮自己存出千万的这个资产呢 只有存高股息ETF就够了 还是说你有这边有别的什么想法吗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对好 没问题 在存股这一块 其实我要提供大家一个很主要的观念 我认为就是既然要存股 我们心想就是我最好可以放着不要理它 最好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存股方式嘛 那什么样的ETF可以让你长期 放着十几二十年都可以不要管它呢 第一个主要的原则就是产业要分散 这档ETF的选股逻辑 它最好是涵盖多种产业 那因为台湾的产业大部分是电子业 所以你选到很多电子业 那没有办法 可是最好不要选特定单一产业的来存 因为当产业当产业做一些轮动的 或是产业景气变不好的时候 你很可能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你说像电子业里面也有分很多种 什么网通啊 什么半导体啊 不要全部都选半导体的这一种 对某些特定产业 好 局限来说像 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高股息的ETF嘛 高股息ETF也有分 涵盖很多产业的 也有分专门直选电子业的高股息ETF 那我们讲的所谓的市值型的ETF 比如像我们大家都知道的0050 006208这一类 他们主要的选股逻辑呢 就跟他的产业没有关系 他选的是看的是市值 或是看公司的盈域成效 像这一类的ETF 我认为都是可以存的 其实他们列出这个前五大高股息ETF 以我刚刚讲的原则来说 你的产业要分散 我们看一下 前四档005600878 919跟713 他们都是属于产业有分散型的 因为他们的选股逻辑 最强调的是股息要高 他依据股息来排序嘛 选择他的成分股 但是00929他就不一样 因为他是从科技股里面 选出高股息的 所以他等于算是 特定产业里面的高股息ETF 当然电子业这几年比较好 所以他看起来表现很好 可是当未来 哪一天电子业开始 有某几年比较不好的时候 他受伤有些是比较严重的 那对于我的原则来说 就是我今天要存的 十几二十年以上 都不用去管他 安心放着的话 前四档会比较符合 那前四档的选股逻辑呢 又分别又不太一样 比如说有的是预测未来的 有的是看过去配息记录的 有的是看当下 现在已经决定配息高低的来选 那有的还有像713强调的是 我不但配息要高 我希望他股价波动是低的 不要是产业那种轮动型很大的 这四档ETF我觉得 投资人都可以去选择 觉得说哪一种会比较适合你的 那如果你资金够多的话 我也可以建议你 你没有一定要只能选一档 你三档四档多买也可以 因为他们的选股逻辑不一样 有时候今年是这两档表现比较好 明年换另外两档表现比较好 那我建议投资人 其实你就选一个平均值就可以了 我算是比较偏向是 那个所谓的指数型的投资人 那我其实比较建议的是 买市值型的ETF 因为从历史过去记录来看 市值型的ETF 它的整体总保守绩效 还是高于高股息 那只是因为投资人大部分 比较喜欢安稳的感觉 跟领到配息的感觉 就每个月可以拿钱是好事 对那他就怕补价波动 所以对高股息 台湾的投资人就一窝风会去追求 可是如果你去调过去 五年十年的这些投资 记录来看的话 他们的韩息总报酬 你会看到明显的市值型的ETF 还是会远高于高股息的 那这边因为这是牵涉到 很多投资人的心理层面的问题 所以我会觉得 如果你是刚入股市的人 你觉得对投资股市 你很害怕赔钱 我也不反对 我觉得你可以先从高股息开始 试试看 然后慢慢有一点信心的之后 你可以把你的资金部分转移到市值型的ETF 像0050或是006208 慢慢累积一段时间之后 你就会看出那个差别 我相信很多投资人慢慢会觉得 诶0050跟006208这种赚的比较多比较快 自然人性就会把钱资金慢慢移过去了 OK 所以那你刚刚说 你自己在投资ETF的时候 是比较多是放在 就是市值型 市值型像0050 006208这一种 对 怎么样可以 我可以无痛存股 然后又可以持续看到我的获利成长 好 那我的投资观念很简单 就是我们今天在买股票 冒着就是一个风险 不管你今天买的是高股息 或是买市值型的 当股市大跌的时候 没有人逃得掉 全部都会跌 那唯一不会跌的 有可能是什么 是债券 债券是有避险的 而且是公债型的 不是公司债要是公债 好 所以我们今天在做你的投资的时候呢 我会建议投资人要做一个基本的资产配置 举例来说 我自己把我的资产分成台股跟美股 那我自己的投资比重比较高 是在美股的部分 因为美股比较容易投资到全世界的公司 那台湾的公司大部分像 世界级的公司 其实大概就只有台积电而已 其他就是围绕着台积电而生 跟其他电子类股 那所以如果我投资美股的话 我可以投资到很多 我们日常生活中都有用到的公司 就甚至不管是特斯拉 Facebook 麦当劳这些 你耳熟能详的公司在美股都有 那我透过这一档叫做VTI 投资美国 整个股市 大型中型小型的 个股的这一档ETF 当做我的主要持股 那另外一档是透过 VXUS 投资全世界 美国以外的其他 所有一些知名公司的企业 我们的公债 我把它做平均的分配 做这样的分配有个好处 就是除了做资产配置之外 我们还需要做一个动作 叫做资产债平衡 所谓的资产债平衡呢 就是刚 那个楚大有提到 如果今天如果股市大跌 2-30% 怎么办 那我这个时候 因为我的债券没有损失嘛 所以我债券的资金 是可以挪过来买股票的 如果我们换一个 比较简单一点的说法 就是有些买个股的人 他会身上保留 两三成的资金在银行里面 是随时要等股市大跌的时候 加码用的 概念其实很像 一模一样 所以我今天债券 有点像是我之后 可以加码的资金 今天股市大跌的时候 我可以从债券 抽资金过来去买股票 趁低档加码 只是这个低档 是什么时候 不是我们自己决定的 不是我自己觉得 现在股价低我就要加码 而是我们有一个固定执行 再平衡的条件 当条件到了时候 我才会做再平衡的这件事情 所以当我把这件 投资的事情 变成很公司化 很自私化 那其实你人生 不太需要花掉多时间 去研究股票 因为全世界的股票 我都买了 债券我也买了 什么时候要加码 什么时候要减码 什么时候要做 再平衡的条件 我全部都列好了 你需要做的事情 只有执行而已 那我一年其实 只需要花十几二十分钟 就做完这件事情了 因为你这个是已经有 像BND 然后其实就是全部债券了 然后那你还有另外在把 这个TLT跟这个 中期债也都另外拉出来 等于是另外在加码 那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你会特别看好 是美国公债的部分吗 好也不能说特别看好 我这么说好了 像BND里面 它除了美国公债之外 它还有公司债 还有其他的债 那它的好处是 因为美国公债的殖利率比较低 公司债之余会比较高一点 所以它的殖利率 整个配息会稍微好一点 但缺点也是 当股市反转的时候 只有公债是会 因为币钱而上涨的 但是公司债是会下跌的 所以我投资债券的主要目的是 币钱用的 我不是要赚更高的利息 我要赚更多钱 我是要靠好股票 所以我透过这样的方式呢 去提高我的资产里面 持有美国公债的比例 所以我把它分成四党 原因就是这样 那包括像上面 我把它分成两党的目的也是 我把美国跟非美国分开来 我比较容易去控制 我的美国投资比例 跟非美国投资比例是多少 有些人觉得 它非常看好美国 它甚至VT的比例 可以拉高到更高 那我知道有一些党叫VT 它就是里面的组合体 那VT它就是随着市值 像它美国市值 现在已经超过六成了 你没有办法去控制它 如果你觉得美国长太高 你想要低一点 你也没办法 那我分开了两党 我自己有办法做控制 那我再请教一下 你刚刚讲的那个再平衡的机制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它是可能照比例吗 还是照时间去再平衡 再平衡有两个方式 一个是照时间 一个是照比例 那针对一般大部分的投资人 我会建议照时间就好 举例来说 我设定每一年 你可以选一个你喜欢的日期 比如说你生日的那一个月 你生日的那一个礼拜 我执行再平衡 那怎么平衡呢 假设我现在设定的比例是 股票 我希望我的资产里面股票有八成 债券有两成 那这个是我可以承受的风险 风险程度 风险比例 今天股市继续涨 你的股票可能已经变成九成的 债券比例只剩一成的 你承受的风险比例已经增加了 但你不要急着去一直平衡它 要不然你就会错过股市的涨幅了 你就等 等到一年过后再回来看 9比1了 那你就应该卖掉 那多出来一成股票 去把它改成买债券 帮你未来 多留一点资金 如果说今天是反过来的 股市大跌了 那股市今天大跌了三成 那可在你的总资产来讲 股市大跌三成 因为它只占八成 八成二十四 所以它只跌掉两成多 可是你的债券有成 也因此两成多涨了 20% 它变成24% 两者相抵消 你的总资产 其实只是 损失大概十几%而已 这时候我一定要 在资金债平衡 我的债券比较多的比例 再回来买股票 那等到下一次 可能时间不久 几个月 甚至说一年之后 股市开始上涨了之后 你时候手上持股增加了 你的股市又可以带动 你的整体资产的上涨 你在定期 实行债平衡的效果是 你的资产波动 比较不会那么大 但是当你碰到一次股灾之后 你就会明显的发现 你的资产 成长幅度 跟你的损失的幅度 都会比人家小 那你之后增长的幅度 也会比人家快 那你有建议的 再平衡的时间吗 是半年一次 还是一年一次 还是怎么样 我会建议一年一次 对 如果你太平凡的话 假设你像股市多头 走三五年 然后你每半年 就再平衡一次 那其实最好的情况是 少赚很多 没错 那我最好的情况 其实我就放三五年 五年是赚最多的时候 可是我并不知道 多头会走多久 所以保险期间 我建议是一年 最多到两年 就要执行债平衡 那有一个情况下 我建议投资人 是可以做 依据 他的跌幅百分比 来做再平衡的 今天局来说 像2020年 这次股灾 疫情股灾的时候 他只跌一个月 马上就V型反转了 如果你是固定时间 执行债平衡的人 他跌 我记得好像跌两成 还是三成 对不对 跌三成多 对 那如果你是固定 每年一月执行 再平衡的人 你现在是执行 是2021年一月 就跟他根本 完全没有关系 对 你那个跌幅 你根本就没有机会加码 所以有一个情况是 当你对股市 比较熟一点的人 你可以看到 当股市 比如说跌幅 已经超过10% 或15%之后 你可以先执行 一次再平衡 我先加码一点 如果又跌10% 15% 再加码一次 对 那通常 看过去的基数 最长大概就是2008年 那个跌50%几%的耐市 所以依照这种方式 你可能有两三次的机会 可以加码 之后 你要有耐心的等 股市 它不会说 每次都会V型反转回来 它又可能会成 两三年之后才慢慢回来 我觉得这一点 投资人可以不用担心 因为我们在股市 想要赚钱 我们需要的是耐心 我们需要做的 其实就耐心等待 我们千万不要 在这个过程中 很急着自己 要在那边夹减码 卖股票什么的 你刚刚讲说 如果说 比如说像2020年 跌了10% 15%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加码 那这个加码的钱 是从哪来的 是去卖债券来加码 对 没错 这个我们刚刚提到 就是再平衡的时间 如果今天股市 你的股市跌 比如说 我就举例跌20%好了 虽然我还没有到 我需要执行再平衡的时间 但是因为已经跌20%了 所以我就开始执行再平衡 我债券就有一部分的钱 拿过来买股票 然后我就再等 那我觉得你只要这个股债配置 跟执行再平衡的方法 你只要方法固定好之后 照着执行之后 你就不用太在意说 你今天是不是 一定有加到最低 因为总会有一次 是对你比较有利 然后有几次 是对你比较不利的 那无所谓 就是反正时间拉长了 就是有利的跟不利的 可能就摊掉了 对 重点就是要长期投资 比较短短要去看 这个3年5年的报酬 就决定你的胜败 好 老师再请问一个 因为你刚刚讲的是 美股这边你会做再平衡 那台股你会做再平衡吗 台股也会 好那台股的部分 我这边稍微分享一下 为什么会放台股 有占到30% 因为一个主要原因是 我们生长在台湾吗 对 我要用台币吗 如果全部都买美股 那我的美金汇率对来讲 这是一个很大的影响风险 对 那所以我会部分比例放台股 那台股 我也是放一些所谓的市值型的ETF 跟高股息型的ETF 我就各放一半 因为这很多人在争论说 哪一种会比较好 你应该全部放市值型 应该全部放高股息什么的 那对我来讲 我的 买股票的概念是分散 尽量分散 就像我买美股一样 我全世界股票都买 那至于台股 你像005 006 008 他就取市值前50大 对 那他的选股逻辑就是 我只看市值 不管产业 我也不管你怎么赚钱 那我后来选择00692 就是因为 其实他的成分股 有一百档 所以他 而且他也是看市值的 所以不止前50大 他连后面的中小型企业 选进来 他有个好处 就是 今天如果 因为后面50大 有比较多是高股息型的 所以他的配息 会比0050这种 还要稍微高一点点 但缺点也是 他的台积电 含量就比较少一点 比如像台积电 就有43% 44%左右 那现在的0050台积电 超过50% 超过50 对 那现在大家在涨台积电的时候 你看0050 608 他就会涨得比 692多 就有一好没两好 没错 没错 那我觉得投资人 你在买的时候 你就要想清楚说 他的特性是什么 这个是我可以接受的 那我是喜欢分散 所以我就这样选 那高股息也是 高股息 像00878跟00919 两个是非常不一样的 878是选 过去配息 记录好的 那他未来预期可以 稳定配息的公司进来 00919是 我不管你以前怎么样 你现在宣布的配息率高 我去帮你选进来 明年我就帮你换掉了 这两个非常的不同 但是哪一个 到底会表现的比较好 说真的 你没有观察了三五年 你也不知道 那与其这样子 那其实我都把资金分一半 两个都买 不管你哪一个好 我都有 我的观念就是这么简单 OK 那现在光是台股市场的ETF 就越来越多档了 然后种类也很多种 那你认为说 如果是要存 用ETF存股的方式 这种投资方式的话 那哪一些是可以不用考虑的 我们就做其他的就好 同样的原则 产业不分散的 举例来说 像我这边只是举例 不是说他真的不好 像台湾5G plus 他投资是5G产业 5G产业里面涵盖很多 其实是半导体 所以他这几年 因为半导体很夯 就去台积建 所以绩效很好 但是你说 他可不可以 未来20年都这么好 我不敢讲 10年事情我也不敢讲 还能说很难 是 那我的原则是 我今天要存一个 我可以放20年50年的股票的话 他就不是我的选择 那同样下面也是 像电动车 半导体 甚至还有特定国家的越南 之前想说 越南可以取代 中国大陆成为第二大生产市场 很多人去投资了越南 可是越南到底好不好 我们不知道越南未来20年 是不是真的会发展像中国大陆那样 而且我认真去看一下 他这档ETF里面的成本股 我们想象的是 越南会取代中国大陆 变成一个世界工厂 可是这档ETF里面持有的 其实都是金融股跟建筑业 他在炒的是当地的房地产 跟金融产业 不是工厂 所以其实跟 我们一开始想象 要取代中国大陆那个概念 好像又不一样 对所以我建议投资人就是说 不要听到大家讲什么流行什么 就赶快去码 好像没有跟到你就会错过一样 你稍微了解一下 为什么他要投资越南 那你投资越南你可以投资多久 今天我们投资错误 最怕的不是亏了钱 最怕的是你损失的那个时间 机会成本 对啊我这10年过去了 然后你又没有成功 对不对10年后5年后才知道 可是你5年后知道的时候 发现我投资错了 钱亏掉就是一回事 但是你这5年就没有了 你后面 你离退休时间越来越近了 你要怎么办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更大的风险 而且他还少赚了5年台积电的涨幅 对啊你乖乖的买个0050不就好了吗 对那如果真的整个台湾股市都不好 0050不好 说真的也没有什么好远的 因为我们就是不想要选股 我们后选没有这个选股能力 要从这个上千档的股票里面 去挑出那一次特别会涨的 之后就交给很厉害的人 那我们的目的是要赚钱 我们不是要变股神 去年今年这两年都是 只要有跟AI扯上边的 只要跟半导体扯上边的 基本上就涨翻天 然后呢 那也很多的 这个ETF也都是有包AI 有包半导体 然后所以它的涨幅也很大 我想要问一下老师是说 就是说 你好像也会说 除了存以外 你也会用ETF来做一个波段的这个获利 这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 我也我觉得半导体的未来产业很好 只是我看了半导体 我不是只有看台积电跟回答 因为半导体还有很多 像苹果也可以纳入半导体里面 AMD也是 你知道在回答之前 AMD股价不知道涨了几十倍去了 对 那还有很多其他什么高通 高通啊 其他这些半导体 他们大部分都是美国公司 那我会觉得未来的科技产业 几乎都会跟半导体有关 所以我就不去挑 到底哪几家公司比较好 我就干脆买半导体ETF 这个就是我的一个 稍微配置的一个方法 那我的这个脱离 所谓的指示化投资的配置的资金 当然会有做一些控制 比如说我都会控制在5%以内 或是顶多不超过10% 对 那好处就是 如果我的判断错误 我的损失就是 这5%我少赚了20% 那乘起来不过就是1% 我整体资产少赚1% 但是如果我凹对了 那我的半导体成长了一倍 我的5%变10% 等于帮我多赚了整体资产的5% 以我们指示化投资 每年的年化报酬7%到10%来说 帮我多赚这5% 其实已经帮我加速了 我的财富增长的速度了 我等于可以提早一年退休了 对 所以我以这样的方式 去的心态去做其他额外的投资 当然我就不会去赌太大 比如说像我们这边列的这些 高半导体的ETF绩效表现 其实大部分台湾都是电子产业 然后大部分都是半导体类股相关 所以其实你很难挑到没有的 所以我们这边列出来的 我这边有几档像 0052的富邦科技里面 它不只有半导体 它还有所谓的AI概念股 所以它的涨幅都很大 那像原大电子也是类似 只是它这个交易量比较少 它的差别含量在于说 台积电比较多一点 还是联电比较多一点 联发客比较多一点 对 那其实它大部分我认为就是大同小异 那我自己的个人选择是这个半导体 我也选美国的半导体 不是台湾的半导体 因为美国的半导体才有涵盖到 刚刚提到的高通啊 苹果AMP这些 那台湾的半导体 主要就是生产业 违到的台积电为主 那基本上我觉得 你只要买0050的话 大部分都有涵盖到 有一个调查是说 有超过一半的上班族 然后呢 他们都是用股票型的ETF在理财 然后平均每个月 他们会投接近1万块的资金 在这个标的上面 那我想要请教你是说 如果我每个月可以投1万块钱 再去买ETF 那你会怎么建议它去配置 还是说标的可以怎么选 好我先讲一下怎么挑ETF好了 这边给大家几个主要的观念 第一个就是 我今天要挑ETF 不要看不要去挑说 哪一档谁赚的绩效比较多 我就去选它 不要去找那个排名挑 你应该先认清楚 你的投资目标是什么 举一个例子来说 你是长期短期的 如果我今天要准备的是 20年以后的退休金 我可以放市值型的ETF 放很久 它跌我也不用怕 可是如果我今天是短期的 是三年后就要用到的钱 我就不会告诉你说你去买股票型的ETF 我会接你最好去买债券型的 所以目的跟需求是不一样的 就会严重的影响到你的投资标题是什么 这是第一个 那再来就是依据你的目标 去选择符合条件的标题 再第三点 依据你的风险承受能力 决定你的资产配置要怎么配 我们刚刚提到说我的股票是八成 债券是两成 可是如果今天 你今天是已经借零退休的人 即将退休的人 那你就没有办法冒这么大的风险 在股票市场上 我就会建议你股票占五成就好 另外五成去买那一些 可以稳定配息给你的债券 我们这时候比较需要的现金流 那你留至少四到五成的股票资产 去帮你去赚这个涨幅 主要是要抵消通货膨胀的 那债券配来的钱 是让你生活花费用的 那你这边讲的债券 是有哪一种的债券 会你比较优先考量吗 如果说是各一半的话 债券的话我会建议 公债跟公司这样各半分配 好因为公司债 公司债的缺点是股市大底的时候 它会也跟着下跌 对因为它没有那个 就是互补的那个效果 对可是它的配息比较高 那你今天买这个债券呢 我会建议不一定要买ETF 你的债券直接去 银行或券商买值债 因为你只要持有到期 你就不会亏本 所以在这个不亏本的前提下 今天就算债券价格跌再多 我只要稳定可以配息 领到利息就好 只要它的信用平等够高 我的利息可以领受 利息可以好好的领到 那你就不用担心 那公债当然它就是一个 那个所谓的互补的效果 你可以去补前面的股市的下跌 这部分我觉得 在公债跟公司债两个 可以互相搭配 好那每个月一万块的投资组的建议 因为说真的一万块资金 不是真的很大 那我认为就是对一般 投资人而言 一开始 如果你今天做的是长期投资的话 三个方法 第一个是直接买市值型的ETF 市值型的ETF 不管是0050 006208 或00692 我刚刚有解释过 你可以买一档就好 那如果今天是很害怕 账面上的亏钱 你很喜欢零股息 这种感觉的人的话 那不然你也可以直接投资一档 00878 00713 00919 这是举个例 因为他们的选股逻辑 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可以选其中一档来买就好 那再来 像 如果像我这种就是 两种都想要 两种都舍不得放的 那不然你就各50% 一万块 五千块 上面三档选一档 另外五千块 下面三档选一档 那就各50%投资 不管是市值型的 或是高股息型的ETF 你都有 那配型你也领得到 我觉得投资人先 一开始先用一万块 慢慢培养出这个投资习惯出来 然后你感觉有了之后 或许你后面资金增加了 变成两万块 甚至三万块了 你就照比例增加 那你的高股息 我刚刚提到的 因为三档性质都不一样 你不用只选一档 你一开始可能先选00878 后来你就开始加0099 然后再把它00713 你看一万块 你就可以买三档 如果上面一万块的话 你也可以买0050 0050五千块 0069二五千块 所以基本上 你有两万块的话 就会几乎都可以涵盖到 那如果只有一万块 我会建议 你可以上下市值型 跟高股息型的 各选一档就可以了 那如果说 各选一档 你有没有建议选哪一档 因为就是 大家就是不会 不会选嘛 所以说才要请教你 没问题 因为我自己刚刚 我刚刚有分享我的配置方式嘛 我自己在市值型部分 我就是选00692 然后在高股息型的话 我选00878 因为我觉得这是 让我可以长期放的 那我后面资金 有开始稍微比较多一点的时候 我才慢慢把这个0099的加进来 它的宣告殖利率 是每年可以有10%左右的配息 看起来很多 而且它去年的股票涨幅 也涨得比00878高 但是我不知道 这个情况 有没有办法持续三年五年 这只是过去一年的状况 所以我两档同时持有 我也同时在做比较 对 如果你资金多一点的话 我觉得 692 878 929 这三档可以考虑 好 最后一个是网友提问 他说 我手上有00850元大台湾ESG永续 他在2019年是用20块发行价来买的 后来随着投报率持续往上涨 然后他的也就陆陆续续 开始获利入带了 然后现在手上就只剩下两张 但是投报率是超过100% 当然他就 因为这几年都走多头嘛 所以他就很后悔 当初卖掉的 就卖掉就买不回来了 所以呢 他想要请教老师是说 他现在应该要闭着眼睛 再去重新再买00850 还是要改成买别档的ETF呢 那如果是要买别档ETF的话 应该买哪一档呢 针对这位朋友的问题 他手上的00850剩下两张 然后之前获利都卖掉了 可是他现在觉得股价涨高了 舍不得追回来该怎么办 我这边建议这位投资人就是 我在节目前面有稍微提到说 所谓的资产配置的方式 那我认为长期投资的话 你就中间不要随便卖股票 如果你买的股票标的是对的话 就不要轻易卖掉 那00850其实是一档OK的股票 他的特性在于说 他的单一个股成分股 不能超过30% 所以相对的就有个缺点 他的台积电不会超过30% 所以你会看到0050涨很多的时候 00850就涨得比较少一点 可是他又有ESG的这个效应在 所以他的成分股啊 或是他的投资概念 其实也不差 他也是跟市值型意思差不多 那其实该不该买回来啊 我认为你可以买回来 当然你也可以选其他的标的 以我个人认为 像我自己不是比较喜欢00692 因为00692呢 他也是属于ESG的概念的 他一样有公司治理的含义在里面 可是他的成分股呢 00692又比00850还要再多一些 那我个人比较喜欢分散型的 他的配息率也不错 所以在相较之下的话 00850跟00692 我个人会选择00692 那如果你更可以接受市值型的话 其实006208也是可以的一个投资标的 当然这要取决于你的投资时间长度 到底有多长 我今天要看的是10年20年的投资时间范围 这些标的我认为都可以 但是如果你今天时间比较短的话 你就要在省政考虑一下 你的投资标的是否是符合你的需求 那如果短期内股市下跌的话 有没有会不会影响到 你之后将来要用钱的这个时间 好那我后面如果要买回来的话 该怎么买 我建议投资人就是定期定额 把你手上有的资金慢慢把它买回来 而且你不要去管他的价格高或低 很多人常常就是 包括我自己常犯这样的错误 我觉得现在涨高了 自己判断现在股市高点 我就把股票卖掉了 卖掉之后呢 或许少跌一点点下来吧 我就觉得跌不够多 我等低一点再接 结果他就继续涨上去了 在多头市场 其实你根本猜不到高点在哪里 然后他涨越高 你就越舍不得买回来 当初20块25块我就卖掉了 为什么现在30块我要买回来 结果你就一路看他到40块50块去了 所以我认为投资人 千万不要把这个锚定现象 拿来当做限制自己的一个行为 你如果当初卖掉了 后来你发现没有跌的 如果你想的那么多 虽然涨高了 你还是一样果断的把它买回来 因为他以后有可能涨得更高 那我们看股票市场 我们投资的ETF 投资的标题 当然就是看是未来长期会上涨的 既然长期会上涨 像你看0050以前多少钱 现在多少钱 如果你还要用他以前的价格 来当做比较标准的话 那你永远也没有机会买股票 所以我们今天在做长期投资的时候 我们以资产配置的概念为主要出发点 去存去买长期持有你认为适合的ETF 那这些标题其实我在前面都有列出来过 只要这些ETF你可以长期持有它 你不要轻易把它卖掉 只有在一个时候你需要卖股票 资金再平衡的时候你要卖股票 另外一个就是当你需要用钱的时候 当你需要用钱的时候 你不是等到我明天要用钱 过两天要用钱现在才卖 你要提前几个月就赶快先把股票卖出来 换成现金在银行里面等好 因为你没有办法去措施说 如果你等到真的需要付这笔现金出去的时候 股市刚好碰到大跌几天 你会卖的很舍不得 你会觉得很懊悔 好那你前几个月就先把你该要准备好现金准备好 这时候你的股市期你可以长期持有 那你也不用再担心未来股市的涨跌 会对你的资产有多大的影响 因为你实际上等久了 它其实常常都是会涨回来的 好今天谢谢余果老师来分享他的操作心得 你看完觉得有收获 记得要按赞并且订阅起来 每周四和六的晚上八点 我们准时在YouTube频道的财富狂奔节目和你再见 拜拜 拜拜 大盘今天涨什么 从玩股网 台股里的个股排行 可以观察两个重点 第一 今天谁在涨 若大盘飙涨 但只有少数个股涨停 就代表今天是垃圾盘 大多数人可能是亏损的 第二 今天谁是强势股 从涨幅前几名和涨停板 就知道今天的强势类股是谁了 玩股网台股涨幅排行小功能 你记住了吗 我记住了